來爬玉山的所有人 都在前面不遠的地方 車隊 因為光太大了 地面解冰山有一邊行走 還有一邊踢掉步道上的大冰塊 玉山氣象站零下2.8度 一夜洞雨 封口鐵棚區成了冰雪隧道 畫面十分動人 冰凍的洞 另一邊觀測儀器 不管是魚量儀或輻射劑 都解滿厚厚冰霜 還有一根根冰柱 工作人員冒險 爬上鋒利塔要去除疾病 1 2 3 冰天雪地的還有雪山 山友登頂超興奮 整個人埋在雪地裡 連日冷氣團發威 雪山圈過積雪達10公分 氣溫逐漸升高 積雪會轉成結冰的狀態 雪豹國家公園提醒各位山友 雪季登山請攜帶雪季裝備 而觀光聖地和換山吳嶺亭 凌晨4點多 也飄下片片雪花 大批遊客上山車潮多到滿出來 氣象所預估 夜旦夜這天氣溫會持續下炭 對10個縣市發布低溫特報 藍色這個色塊的部分 可能會到達台中以北跟宜蘭 這些地方 尤其是在近山區的這些秋林地的地方 都是有機會出現10度以下低溫的 記者終於享用聚節旅遊節 難投不到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直接開啟小鈴鐺喔 開啟小鈴鐺喔 再啟小鈴鐺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